《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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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25歲的年輕來說 可能出社會的第一份工作已經開始有點厭煩 在思考說是否要前往下一份工作 或者是來一場人生的壯遊 那我呢 退伍之後 卻亦然決然地選擇在大海藍天中翱翔 努力實現我對於人生的理想 因為求學的關係 海洋對於我而言 帶給我一般人所沒有的感觸 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它教育著我 也給我很多啟發與靈感 帆船是我的全部 每一次的航程 我像一隻緩慢巡遊的金 飽覽台灣各地的美景 至今我去過了基隆嶼 北方三島 龜山島 綠島 紅無南方四島 跟小琉球 我有機會能夠成為船長 我感到很驕傲 空拍 讓我的視角化成空中的老鷹 能夠用不同的角度看見寶島 敷人摩殺 但事實上 海洋真的有這麼美麗 曾幾何時 小波塊阻擋了我們與海洋的聯繫 海洋垃圾成為人類回饋給大海母親的窗疤 不禁讓我們反思 我們又可以為這片海洋做些什麼呢 只要從我們自身做起 就有機會改變這片海洋 海洋距離台灣人並不遙遠 唯有重新認識它 就有機會再愛上它 事實上 除了海洋廢棄物 海洋還有我們更多值得關注的議題 包含過魚問題 魚法混過率高 紫質魚問題等 海洋不僅提供給我們鮪魚記 漫波魚記 更可以帶給我們心靈上的富足 未來我也將持續透過老鷹與鯨魚的視角 分享這片戰欄帶給我們的感動 你準備好加入我們了嗎